男人只是睡前看了急婆婆的温柔陷阱 当晚就被一人型系统抓去攻略男主 小傻子被缺得系统忽悠的一愣一愣 好在男主是个长嘴又主动的 小傻子没想到攻略不成 自己却反被男主聊得小脸通火 因为行动不便 朝一每天只能看些狗血电视剧打了时间 当他看到女主越先乘火箭去月球的这一幕后 终是忍不住推了句垃圾结局 不过刚闭上眼 一股窒息感就随之而来 他再次睁眼发现自己竟身处深水之中 凭借着极强的求生欲 他终是努力地游到了暗殿 没想到刚一冒头 就见一个长发男子说他穿越了 还说自己是他的系统秦雀 朝一大脑荡击了三秒 以多年的看剧经验来说 他猜想自己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拿的女主角 他自信满满地摸了摸上半身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还是发生了 因为他竟摸到了自己的小兄弟孩子 朝一不但丝毫犹豫 转身以45度脚重新扎入水里 再次睁眼 又见秦雀正一脸玩味地盯着自己 朝一沉默着爬起 接着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水边奔去 秦雀再次将人从水里捞了水 不过这次却机智地给他绑上了绳子 果然朝一一醒来 又腾腾腾地往湖边冲刺 但这次秦雀只是将绳子轻轻一拉 人就被猛地拽了回去 朝一视死如归 自己堂堂宇宙超级无敌大只能 攻略的男的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闻言秦雀将这个世界可攻略的女性角色 一一在他面前展示 随即又在他耳盼出缩主意 让男主爱上你 又没要求你一定要和男主在一起 你在这个世界可是有高贵的身份和健康的身体 这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 朝一被他忽悠的心动 好像攻略男主这件事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秦雀朝他脑门谈了一下算是激活系统 见小傻子被套路成功 他立马发布第一个任务 如果三天之内男主好感度都没有上升 那朝一就会魂飞魄散 朝一问他怎么看好感度 忽悠大师一个响指表示这个问题简单 朝一将手放在头顶比了个大大的爱心 忽然听到旁边传来吐的一声嗤响 他羞耻的大喊你是不是耍我 秦雀指着面板道 这不是看得挺清楚吗 虽然但是 朝一觉得每次都这样会不会显得自己很赖 秦雀略意思索 其实还有个办法可以让你看到每个人头上的好感度 但获取新技能的朝一感觉自己好像更少 这日他在自家院子观察着小丝丫鬟 没想到一院子的人都对自己好感度抱怨 一是你问他怎么今日没在八皇子那边用膳 朝一不知这八皇子是谁 便想看看这人对自己的好感度 奈何绕头大爱心比了半天也没见到数据面 他不信邪的又比划了两下 不远处的秦雀看他忙活了半天 还想起这是他忽悠小傻子看面的不动 朝一看着好感度满满的八皇子不云风 决定先不管这人 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可是要去刷男主的好感度 他赶到宫门口 却见三皇子也在追瑞王的将农 路过三皇子身旁时 朝一忍不住抬起手对着他来了个小微信 这还是第一个对他好感度为零的角色 他竖起个大摩哥 赞赏到有武器 坚持做自己 然后又接着去追瑞王的马车 留下三皇子和一众侍从面面相去 朝一费劲扒拉地爬上瑞王的马车 吓得教父们赶忙停了轿子 瑞王问他也是来帮三皇子求情了吗 朝一回头看了眼泪衣服的 呆萌地回了巨室 结果却看到瑞王头上的好感度瞬间降落负 他急忙找我 秦却付到他耳畔 提醒三皇子不云往事当街纵马辈 闻言朝一一秒唤语 我今日是为百姓来求情了 三皇子做马商人还不知回 影响实在恶劣 所以我今日是来求瑞王千万不要留情 要不是有侍从拉着 三皇子估计要将他胖揍一点 朝一立马转身不假火味的训斥 三皇子简直被他的气势吓得一愣 瑞王倒是满意地点了点 没想到小侯爷倒是让本王刮目相看 望着瑞王挥速的好感 朝一也没想到任务竟如此简化 秦却看着看完美女跳舞又躺平吃水果 反问他不会以为瑞王就是男主 朝一猛地从床上弹起 然后就看到自己的任务好像确实没有完成 于是第二日他被迫踏上了寻找男主之路 就在他比心比到心里憔悴时 一步留神竟与一人撞到一起 给着光当一阵剧情 朝一心虚地举着手对这人道了句对不起 话音未落 就见这人一脸温柔地回了句没关系 如果他头顶没有明晃晃的好感度减五年 朝一好奇 为什么自己可以看到旁边小丝的好感度 旁边这人的却看不到 在围着人来了个369度无死角式的探查后 他忍不住敲咪地问秦确 这人的好感度调在哪 秦确示意他抬头 然后朝一就看到了一个庞然大物 他惊恐道 那个植入云霄的玩意儿 不会就是他的好感度调 虽然朝一像个精神病一样 但顾云恒依旧笑得一脸和善待人慈想 朝一比了个绕头大心 看到数据面板上顾云恒对自己的好感度为零 又低头瞅了眼摔碎的花盆 没想到刚见面就得罪了男主 见小丝手上还有一盆 他立马应勤想去帮人拿 小丝自然不敢让小侯爷动手 于是二人来回极限拉扯 直到另一层也相相欲 顾云恒笑着问他有没有受伤 但头顶却是大大的好感度减二十 朝一吓得心颤颤 这人怎么一面对自己威胁 一面好感度疯狂往下掉 顾云恒将摔在地上的花枝捡起 如果小侯爷没有受伤 那我就先行回去了 朝一想叫住他 顾三脚下一个打滑 手也不争气地朝顾云恒怀里的花枝伸去 只听咔嚓一声 朝一觉得断得好像不是花枝 而是他的脑 见顾云恒缓缓回头 朝一低头瞅地眼握着手中的半截花枝 又看了看他怀里 心虚的 您看这还有救吗 这下顾云恒连一贯的假笑都维持不住 朝一泪洒大怼 自己是不是就要魂飞魄散了啊 少年被大忽悠系统拐去攻略附黑男主 没想到刚见面就将人家的花盆摔了 完事还一不小心将花枝给人掰扯 如此天坑开局 吓得少年以为自己就要小命无夫 痛定思痛后他决定妥其死号 没想到却听系统说男主的爱好 竟是喝茶养鱼斗鸟还有下棋 朝一小脸一哭 这不是以前楼下退休老大爷的爱好吗 脑瓜忽然灵光一现 他倒是有个讨男主开心的好办法 顾云恒正在小院里修剪花枝 听到小四来报说是小侯爷道 顾云恒让小四直接回绝 他没想到这个辣手催花的凶手还敢找上名 小四又补充 小侯爷一大早从皇上那拿了十株宣国进贡的门花 闻言顾云恒剪花枝的手遁住 朝一看着男主蹭蹭往上冒的好感 心到这个方法果然没错 石盆兰花并列百发 朝一大方表示这都是作为昨天的陪伴 顾云恒笑脸相迎 我怎么会因为这种事和小侯爷生气呢 朝一回头看着大片的花花草草 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养花 将他们搬过来给七殿下传来是对了 顾云恒促身道谢 朝一心到男主不愧是男主 都把他一直难看的小心脏砰砰跳 他朝一旁的秦雀对口气 任务也不是太难嘛 这一下子就涨了十点好感 朝一放松没三秒 秦雀又开始发布第二个任务 一天内与男主的距离不超过三秒 维持六个时辰 朝一语色 这变态任务是要他看着顾云恒吃喝拉撒吗 男主好不容易才对自己有点好感 现在又叫他去骚扰人 秦雀打断他的臂子 任务现在已经开始了 朝一忍不住发问 那零到时又是什么意思 秦雀笑意云云 是要持续十天的意思 朝一刚想吐槽这坑人任务 就听到一声朝一哥哥 他好奇地回头 就见一小丫头正张开膀子朝他扑来 朝一下意识一点 小丫头扑了的空 说没想到两日不见朝一哥哥身手 还是如此敏捷 他起身再次扑去 毫无意外还是扑空了 朝一不知原生遭受了这小丫头怎样的折磨 身体像是有记忆一样会自动开启躲避功能 他抬手想看看这女孩的好感是 没想到数值竟然扑扑爆表 又看了眼数据面板 才认出这位是公主顾梅 顾梅一回头就见朝一哥哥 正朝自己彼此大爱心 他立马热情似火的回应 我的心意也是如此哦 吓得朝一立马将手放下 这时两个侍女匆匆赶来 顾梅全然不似刚才的小女一人 开始口吐芬芳地警告他们 不要打扰自己和朝一哥哥独处 朝一震惊他的变脸素质 不过当务之急是去找顾云恒做任务 顾云恒看着去而复反的人 问他还有什么事 朝一尴尬地挠了挠头 如何才能在不被当作变态的情况下 近距离接触男主六个时辰 顾梅看他半天也没出声 便想拉着人去陪自己游户 眼看离顾云恒就要超过三名 朝一慌忙乍毛道 我今天就是一刻也不能和七殿下分开 话音刚落全场寂静无声 除了当事人顾云恒 其他都是一脸吃瓜表情 顾梅更是无嘴抽烟 没想到你一直拒绝我是因为他 对着顾云恒来得即咆哮失火攻后 顾梅转头大哭着跑开 顾云恒眼里的不善快要溢了出来 看来小侯爷是来增进我与黄妹的感情了 朝一磕磕巴巴 我说是来增进我们感情的你信吗 虽然但是 朝一决定还是将错就错算了 只要能粘在顾云恒身边就行 顾云恒转身要去用膳 朝一立马跟上 借口想看一下他用膳 但让朝一没想到的是 他说想看顾云恒竞争的就只让他看着 可怜自己一大早饭都没吃就去皇宫讨要兰花 现在简直就要饿得前胸贴后背 小四看他饿得就差看人的表情 弱弱的来了句小侯爷不用膳吗 朝一快乐的起身 正要开口却被顾云恒捕住了话头 小侯爷不是个言行不一的人 说想看我用膳就一定会看我吃饭的 朝一感觉好像翻石头砸自己脚 是怎么费死 顾云恒直到用完午膳才防反开口 小侯爷要是饿了就回宫了 朝一垮着小脸坚持道 没事我不饿 你睡你 我看我的 顾云恒也不再管他 起身朝礼物走去 小可怜只能委屈嘎巴地看了眼桌上的吃食 然后跟上 五日的阳光洒入屋内 顾云恒迎着光躺在榻上 朝一也乖乖地坐在他的身旁 一切都是这么美好 除了某人肚子里不断传来的咕噜声 耳边传来一声呼唤 朝一一抬眼看到了小四拿了个石鹤过来 说是七殿下为他准备的 文言小傻子泪眼婆娑 没想到顾云恒还挺贴心的 等到顾云恒再次争议 这件鸡肠鹿鹿的某人又开始活力满目 吃饱喝足的朝一举起小胳膊 今日势必要和七殿下一刻不分开 顾云恒淡淡地来了剧情变 然后就开启了被朝一骚扰的一天 即使交个花朝一也能吹出彩虹品 每月都被俊美的七殿下照顾 连花都能开得如此娇硬 见顾云恒喂鸟 朝一张口就来 因为七殿下 鸟的声音也更加动人了 见顾云恒喂鱼 朝一小嘴巴巴 锦里怕是也无法给我带来好运 因为我毕生运气都用来遇到了殿下 顾云恒终是忍不住 咬牙切齿到这是草鱼养了吃的 朝一立马跟上 这原来是草鱼 七殿下可真见多是光 直到拍了六个时辰的马屁 朝一觉得自己小嘴都快干嘛 情却扑斥一乐 看人被你哄得挺开心的呀 大聪明傲娇地将胸脯一挺 毕竟自己的书可不是白看的 比如什么大油田里的故事 还有俊俏王爷嘴真田之类的 获取男主的好感知 少年不惜化身超级无敌彩虹屁大师 就连吃饭睡觉都要死死地黏着男主 为了躲避这根屁虫的声波攻击 这日一早男主便敲摸躲到了花园 不想还是与提着鸟龙的彩虹屁大师来的狗狱 朝一小眼一咪 男主一大早就想躲我 想不到吧 我在宫里可是有无数眼线的 顾云恒面色和善 今天的小猴爷也是一刻不能和我分开吗 朝一的土味情话张口就来 是未来的每一刻都不想和殿下分开 顾云恒瞄了眼他笼子里异常暴躁的麻雀 也麻雀不好饲养 被抓了还有可能绝世而亡 看着笼子里朝他比着国际友好手势的麻雀 他心虚地将笼子打开 这是他听说顾云恒喜欢养鸟才起一大早去抓的 麻雀临走前朝他的方向推了一口 朝一这才发现这鸟骂得好像有点脏 一张血盆大口在麻雀的背后缓缓升起 下一秒就见顾云公主扛着老鹰出现在他们面前 顾云小眼一咪 朝一哥哥一大早就想躲我 没想到吧 我在宫里可是有无数眼线的 顾云大方表示自己想过了 既然朝一哥哥你对七哥情根深重 那我也可以让他加入我们 吃瓜群众倒吸一口凉气 这消息也太劲爆了吧 朝一也被吓得呆滞 他说的话好大胆 我该怎么接 顾云恒决定结束这场闹剧 表示自己对加入他们并没有什么兴趣 朝一慌忙追上 大喊殿下千万不要吃醋了 顾云紧随其后 朝一哥哥你等等我呀 吃瓜群众纷纷感动到流泪 都是一群痴情男女娃 顾云抱着老鹰边跑边喊 朝一哥哥我上次去巴黄兄那找你 看到他似乎是病 朝一想起这好像是 原生逆水当晚和他在一起的那种 他随口问了句严重呢 哪知顾云却补起了腮帮子 朝一哥哥不是平时 和巴黄兄关系最好吗 他病了你都不知道 朝一这边还在琢磨 可不能离顾云恒超过三分 哪里注意到小姑娘的情绪变化 顾云抱着大鹰快要飞话 没想到朝一哥哥你竟然一情别恋 吃瓜群众再次被强行喂了口大瓜 表示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一直走在前头的顾云恒忽然转身 朝一不解他要干啥 却听顾云恒淡淡的来了句 千万不要太相信别人 朝一心道他难道是在说顾没乱说 哪知一回头就对上一众吃瓜群众热切眼神 下人们纷纷为他加油打气 小猴也快去勇敢追爱吧 朝一尴尬的脚趾抠地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 就连缺德系统情却也加入其中 提醒了他去魂飞魄散 朝一一脸憋屈 我追还不行吗 奈何男主太难回 他决定还是投其所好送点他喜欢的 就在他抱着茶叶去找男主的路上 忽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他 朝一一回头 看到是个容貌出众的并论美人 他之前在数据面板上看过这人 这应该就是八皇子顾云峰 朝一立马寒暄 听说你病了 我正准备找个时间去看你 见美人疑似并太阳 他又好奇看你面色不佳 怎么也不带个工人出来 哪知美人不打反问 几天不见 你和我倒是生疏很多 像是变了的人 朝一心中锦银大作 这人好像很危险 说几句话就发现他变了 他捧起面壶茶叶 说自己要去给七殿下尝尝 顾云峰看到茶叶时愣了一下 不够面上不显了 说自己也想去看看七皇熊 并眼貌惺惺的表示 自己能不能跟他一起 朝一没有多想变同意 顾云峰默默的饮了口茶 看着拥挤的大厅心动 今日屋内的下人 怕是也平时的三倍 朝一刚想开口解释 自己刚才没追上来的原因 就听到一旁的顾云峰咳了几声 朝一不解的回头 就见顾云峰虚弱一笑 抱歉嗓子不太舒服 于是朝一转头继续道 天气这么好我们不如 说话间顾云峰的咳嗽 又打断了他的发言 朝一发现了 只要自己一张口 顾云峰就坚持不懈的咳 致力于将他的思路一次次打乱 一旁的侍女简直要憋不住 刚才跟着他们一起挤进来 果然是正确 这是什么大型修罗场吧 朝一不耐烦地看了看茶里茶器的梦 直接将手里的茶叶塞到顾云峰的怀意 顾云峰一打开便知这是上好的茶叶 对朝一的好感度瞬间就冒了三个哭 朝一洋洋得意 看来顾云峰的好感知还是很容易整理 一开心便想拿起茶杯喝一口 不想茶汤的他手一滑 杯子也就这样香香郁郁郁 于是顾云峰刚升起的好感知 瞬间又降了下去 还来不及吐槽这人未免太现实 就听台下的顾云峰 好像咳得都快要背过气去 吓得朝一赶忙 将刚才顾云峰递过来的手帕 于是朝一晚上便做了个梦 闻完还要递给朝一 小一你要不要也闻一闻 朝一只是偏了个头 就见顾茶茶瞬间泪眼婆娑 小一 七哥要是知道我俩闻同一块手 七哥他不会吃醋吧 小一 顾茶茶低头一看 然后继续绿茶发言 小一你骑着小破黄鸟带我 七哥知道了不会揍我吧 朝一赞警小贝贝 咬牙切齿到我要把你们都杀了 库佑系统带着小傻子去攻略男主 不仅刚见面就将人心爱的花枝掰舌 还将男主的府邸闹得鸡犬不明 这日朝一带着围棋 又准备去刷顾云恒的好感 不想半路被一汪汪对成员拦住去了 小狗朝他狂吠 一旁侍女见状连忙过来赔罪 这十亿人过来 问是哪个不长眼的吓到了乐乐 朝一一个回头 惊叹好一个漂亮大姐姐 朝一看得小鹿乱撞 是自己理想型的漂亮姐姐了 只不过美人好像有孕在身 美女轻描淡写地问了句小猴也没事 朝一小脸红扑扑道 没事没事 这狗就冲我叫了几声而已 美女眼里闪过一丝森寒 心到这小子难道只丧骂怀说自己是狗 他咬牙反对 小猴也倒是灵牙利齿 本宫养胎需要清静 恕不奉陪了 被大姐姐嫌弃得朝一不快乐 看了眼他的好感知果然是灵 情缺凑近打量 这个人物可以攻略 不过 他是个孕妇爱 朝一眼神嫌弃 自己才不是那种人吗 朝一不忘初心 还记得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要攻略顾云恒 他来到顾云恒的府邸后探出个门 没想到今日竟有人比他早了 那人眯眼一笑 这几日宫中的传闻果然不紧 想找小北明猴就得来欺敌着 顾云恒嘴上虚伪地说着多亏小猴也 这几日他的宫里是热闹非凡 但头顶的好感度却在蹭蹭往下掉 朝一立马讨好事地献上自己的包 作为昨日打碎的那套茶具的赔 顾云恒开口拒绝 这几日已经收了小猴也不少东西了 一旁的二皇子却觉得这期好像有点凝聪 但一抬头就见小傻子 一个诡异的姿势对准自己 朝一还在这边敌 原来这人是八皇子顾云峰的亲哥哥顾云夜 顾云夜忽然想起来 说着棋子好像是云峰调了一个月送给小猴也 朝一有点小尴尬 赶忙将棋子拿回说明天再带个别的罐 顾云夜又指了指朝一昨日送的茶罐 说这也和云峰用的一模一样 顾云恒看了眼都快熟透的磨眼 说了句那还真巧啊 朝一这才明白 为何昨日顾云峰听到他要将茶罐 送给顾云峰时脸色如此呢 借花献佛还献了两次 朝一只想赶快将这个话题接过 顾云夜笑道 听说小北宁侯前几日落水之后便追着七弟 现在看来不愧是降门之后 朝一不解他为什么也知道自己落水 原身落水那日顾云峰也在 但顾云峰昨日却一点也没提那日之时 他开始怀疑顾云峰是凶手还是有事先走了 顾云夜唤了他一声 朝一敷衍回答自己身强体壮没什么大碍 一旁的系统琴却扑斥一乐 你这也叫身强体壮 顾云峰本应该看不见琴却 但此时却朝那个方向不动声色地瞥了眼 这时是从复然来报 说皇后邀小侯爷和七殿下过去 临走前朝一敲摸看了眼顾云夜的好感知 没想到这人惊世富无穷 他吓得瘫坐在地 这个顾云夜明明看着这么和善 又回头看了眼笑得也很和善的顾云峰 朝一慢慢将手抬起 看到这人也是富士后 他惊恐地想皇宫里还有正常的皇子 如约到了后花园 朝一敷的小脸一红 没想到皇后和大宫女都是漂亮姐姐 皇后先是朝顾云恒寒暄 顾云恒礼貌回应后 他又问朝一前几日落水可有伤状吗 朝一回答只是试了点衣服 皇后叹了口气 如此冒冒失试怎么放心已出宫 闻言顾梅和朝一皆一脸惊讶 顾梅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要跟着去 原来是温小将军取亲 温元帅让他提前过去看看风景 朝一条件反射性的想看看温元帅是谁 手举到一半又看到了一旁的宫女姐姐 新闹资料可以晚点 但绝不能在漂亮姐姐面前像个伤 情绪忽然飘了过来 提醒任务还没完成 出宫就超过三米了 没想朝一一回头 就见顾云恒正义脸和善的警告 千万不要提他 朝一自动忽略他的警告 角柔造作道 自己与七殿下相谈甚观 关系突飞猛进 想来七殿下也好奇深宫外的事件 顾云恒咬牙道 不 我并不好奇 朝一立马反握住他的身 不要压抑自己 一起去感受下你父皇打下的大好和伤吗 皇后欣为一笑 没想到小义和云恒这么好 顾云恒刚想开口推辞 就听皇后十分上道的会议 限于你去把本宫的那株戏叶昙花给云恒送去 然后转头接着到云恒想说什么 云恒自然是不想说什么 这边皇帝也听说了老七要和朝一一起去荷州当证婚人 瑞王觉得挺苦 但皇帝却托起茶杯面色凝重 他脑海中不断搜索着有关老七的记 老七似乎每次总在不起眼的角度 皇帝沉吟 老七 老七他长什么样子来着 瑞王忍俊不惊 他是个看着儒雅温和的谦谦君子 像是在皇宫中隐居一般低调 虽然话不多 但在陈帝看来形势却比任何皇子都稳重 老七还是皇子中第一个让瑞王肯定的人 皇帝笑问 看来你观察老七不少时间 而这边的朝义已经在收拾行李 秦雀若有所思到任务终于开始顺利进行 小傻子还在洋洋得意 那是 也不看看你选的宿主是谁 秦雀眼神从他身上扫过 然后似答非答的来了句 是啊 选对了人 这恐皇子一心只想扬点小花躺躺平 奈何遇上一人小猴也搅得他心绪不宁 为了保证和顾云恒不超过三米距离 赵义不顾男主的眼神威胁 执意要拉着他去看看他父皇打下的大好河山 不过他没想到自己竟如此家大业的 先不说这马车宽敞如丝 而且两辆车的距离一看就超过三米 赵义探出聪明的小脑瓜 对着前头的教夫大哥唤了声 然后路人就呆着 还从未看过两辆马车在街道上并驾骑驱呢 两个教夫也没想到 彭氏这么多年还能一起上路 两人微笑中透露着尴尬 咱还是头一回坐这么近 赵义回头问出成了吗 小思和侍女伸头看了眼地上的蚂蚁 发现连他们的速度都超过了轿子 终于确定到轿子还没动了 琴却嘀咕 这么大马车为什么非要一人坐一辆 小傻子替肤惯罐子 接着顾云恒的轿子就来了为不速之客 顾云恒咬牙道 小侯爷不会觉得太紧张 赵义挥舞着膀子丝毫不觉得拥挤 小思是个懂事的 立马下车让七殿下和小侯爷独子 赵义竖起了大魔哥 对他的懂事表示赞赏 小思忍不住加油打气 加油啊小侯爷 顾云恒上一秒还笑意连连 一见没有外人红 立马患上一副死于眼 赵义忍不住探个脑袋去看书女 一看是贺州风物质 他笑道你还会出门做攻略啊 想起前世自己因为无法行走 所以只能在做梦的时候出来挽过 说到这他眼神忽的落寞了下 顾云恒还没见过赵义如此情绪低落的事 赵义忽然又开口解释 自己这段时间这样讨扰 他是有不可说的理由 顾云恒拿着书语气淡淡 确实有点讨扰 但也还好 赵义乐呵呵道 你这种身体健全的人不懂 我就是以前憋太假 所以话多正常 顾云恒立马捕捉到关键词 身体健全 赵义赶忙打满呼吟 一真一假的回答是自己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都激动得无语伦策 以前的我做什么都要别人帮忙 所以我很期待这次的贺州之行 顾云恒忽然人狠话不多的将贺州风物质递了过 你现在还有很多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 所以不要再来骚扰我 赵义一脸乖巧的将书接了过 顾云恒盯着他的脸欲言又止 其实我 乃至刚开口 赵义就朝自己来了个儿抗手 只见赵义小脸扭曲 接着就猛地吐了出来 经得顾云恒立马将视线一看 赵义靠着车厢眼冒猩猩 坐马车看书真的好晕蛙 三日后两人终于到了温大帅的府邸 温大帅笑呵呵 小义都长这么大 可以成亲了呀 赵义挠了挠头 我才十六还早呢 温大帅接着又朝顾云恒道 七殿下精致玉叶 我俯上简陋 要不晚上后 我请人送殿下去 我承熙的别院去住 说完他挥舞着大掌 拍了拍赵义的肩膀 小义你就和我们一起住吧 多年未见 你阿文哥哥也想和你切磋下午 望着人高马大的阿文哥哥 赵义不敢想自己这小身板 挨他一拳还有活路呢 吓得他立马跨上不云恒的胳膊 我还是和七殿下一起住 我还能给他解解闷呢 顾甲笑男还表示我并不闷了 现在不闷该会闷了吗 温大帅盯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 小义不是一向和八皇子要好吗 现在怎么又开始黏着七皇子 于是晚间他叫来了赵义的侍女 侍女如实禀道 小侯爷不仅在宫中每日一睁眼 就要去找七殿下 就连来贺州的路上 都要和七殿下待在一个轿里 他好奇七皇子没拒绝 是的 就连小侯爷吐在殿下的书上 也没被判断 科学家温大帅一琢磨 该不会七殿下对想一 国元帅在线科CP 为了帮好大直追到七皇子 甚至开启神助攻模式 这日昭义和顾云恒在大街上闲逛 顾云恒看到卖花的铺子 瞬间走不动道 老板笑呵呵说 你可真有眼光 这盆我平日都舍不得拿出来闷 您要是喜欢我今日就割爱了 顾云恒瞬间欣赏你 确认倒是真的吗 不想刚一起身 就不小心撞到一人 那人造作的捂着胳膊 哀忧了一下 他指着顾云恒反问 他是怎么走路的 快点给老子赔礼道歉 别给老子狡辩 老子 哪只话还未说完 就听顾云恒道了句抱歉 小混混的瞬间将在原地 这和说好的剧本怎么不一样啊 他只好硬着头皮接着手 别以为你说抱歉就有用 顾云恒将他的手忘乎的制度 冷冷反问那要怎么解决了 小混混冷汗层层往下点 没想到这男人看着文若 其实力气大了下 一旁玩的不亦乐乎的小傻子 终于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这是一个脑袋从角落缓缓伸了出来 文元帅暗暗为赵毅加油打气 小英女英雄救美的时候到了 话音刚落小混混就挨了一脚疤 文文将人一脚撂下 恶狠狠到竟想在我眼皮底下的人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文元帅气急淡坏 没料到这个逆子竟会突然出来横插一脚 文文看着落荒而逃的小混混们也很是好奇 各周一向明风唇哺 今日怎么会突然冒出来几个无奈 文元帅扒着墙角愤恨的 没事 老子还有下一个季度 晚上他腰昭一盒顾云饭糟糊 三个侍从在外面板楼聊赖 里面的主子们却在相谈圣欢 喝得晕乎乎的朝一靠在窗边 欣赏着美妙的夜色 感叹有钱人的生活可真是快乐 文元帅边为顾云恒争酒 边试探气垫下是喜欢什么样的人 顾云恒淡然开口 温柔咸尽 不要整天无所事事给人添麻烦就好 文元帅默默看了眼 还在开心捞鱼的好大事 嘀咕这和小意完全不符合 文文醉熏熏道 其实真遇到心仪的人 他是什么样懂 文文话说一半呼的被打断 他探头朝外面看去 发现不远处有一艘船 正在向他们的方向靠近 仔细一看 为首的那人不就是 惊倒他坐跑的小混混吗 侍从们也被吓了一跳 不知这些人想要干吗 只见一人登上昭义他们的船 对着众人就开始搭巴 说自己可是浪里小金龙 今日遇到自己是他们命运不好 五好青年昭义迷糊着 让这位大兄弟有话好好说 不要动不动就打架 一旁的文文举起手中的棒子 让他们有种就放马过来 昭义望着他 一个无敌风火会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当头敲了一把 被队友痛击的昭义身子朝后一吐 接着这几天的下落入了水 冰冷的湖水 让他混沌的脑子逐渐清醒过来 好像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那时他被一人推入湖里 那人还在不断泥南 会把自己的命配给他 接着他就坠入了无尽的非暗之中 一时消散前 他好像看到了八皇子 顾云风泪流不止的话 不过他为什么会感觉很难 呼的反应了过来 这好像是原主的心情 而此时的岸上早已兵荒乱乱 不会水的是从三人哭天海地 温云帅赶忙喊了声小金 然而一准 就见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浪里 小金龙早就被干趴下 罪魁祸首温文洋洋得意 哈哈哈哈 简直不堪一击 气得温云帅直接给自家儿子一阵准 眼见没一个可靠 他转头就要跳到水里去就好大致 不想有人掀他一步跳入水 顾云恒将昭义从水中捞起 他抬起赵云的头 想看看口鼻也一意 温云帅看得小脸疯狂 难道 打住下一秒 赵云直接化身喷泉罐 忽了顾云恒一脸的水 简直吓得温云帅小心干喷喷颤 顾云恒额脚的轻轻跳了 看着某人犹如人体喷泉般 直到将肚子里的水全部喷出 顾云恒才起身 让温云帅不要再做这些无愿功 因为他并不喜欢男人 温云帅若有所思 没想到小云竟是单相思 折腾一晚上 赵云终于清醒一惯 忽然听到系统播报任务完成 他打眼一看 原来是每天与顾云恒贴贴的任务打标 想起落水时浮现的记忆 他情绪低落到原身 好像是被顾云峰推下去 情绪让他要是在意 回宫之后直接去问他不就好 现在重要的是下一个任务 与男主牵手一刻钟 赵云已经不想再吐槽了 虽然任务完成可以避免他魂飞破放 当完成之后 他还有脸面继续活在这个世界里 反正爱咋咋地 他决定放弃了 只是为了牵上男主的小手手 少年就一路追赴到青楼 结果却被一众大姐姐包围 纯情不哪见过如此正常 瞬间就羞得小脸通红 这日赵云听到顾云峰来的青楼 便马不停蹄地也感到了这 姑娘们瞧着这漂亮少年拘谨的客人 都起了点逗弄的意思 赵云透过人群一眼 便看到了坐在二楼上的顾云峰 他刚想抬手打招 就见顾云峰十分刻意地将头偏了过去 赵云没想到他竟会装眉看到 他顺着顾云峰的目光 看到一个身姿曼妙的大姐姐 赵云切了声 平日看着高冷 原来也不过是个好色制徒吗 顾云峰打眼一看 赵云竟带着两个姑娘找了上来 小猴也浑身僵硬地开始没话整话 没想到顾公子也是性情中人 顾云峰不紧不慢地引了口角 回答不及招小公子 赵云害羞的敌人 又不是我先要来的 其中一个姑娘看着顾云峰 夸赞到公子这面相一看 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赵云小声叨叨了句 还真是 两位姑娘闻言瞬间眼冒金光 以迅雷不及眼而知识 抛弃了赵云 然后闪现来到顾云峰的身旁 赵云看顾云峰 今日尽眉抵触两位姐姐的碰触 那是不是 他偷偷瞄了眼顾云峰搭在桌上 接着不怎么刻意地搭上他 对面三人都愣住 顾云峰皮笑肉不笑 赵小公子这是做什么 赵云一看他头顶上的好感 直没有下去 瞬间大起胆子 直接将双手都握上他 击少成多 说不定他马上就能凑够一刻 顾云峰想将他的手扒拉掉 赵云胆子直接肥到 和他尸指向脑 还声味俱下的大喊 你为什么要甩开了 难道你以前说的都是骗我吗 两位小姐姐听完 看顾云峰的眼色都不对 系统琴却被逗得扑斥一了 顾云峰眼神一灵 提醒意味十足地 让他不要再被人甩住了 被脑残电视剧熏陶的 赵云吐味情话那是张口对 如果是你 我甘愿被耍千万死 看顾云峰的胳膊被小傻 死死抱着 琴却边嗑瓜子边提醒 任务完不成可是会有成爪点 小傻子心中紧名大作 更加不要命地拉着 顾云峰的手不放 顾云峰任命地叹了口气 转头问能不能让 刚才跳舞的姑娘上来一许 两位姑娘语气嫌弃地说 有钱就行 赵云心道可不能让人 打扰他完成任务 于是转头问小石头 咱们有钱过 小石头表示 咱有的是钱 闻人赵云底气十足的大吼 我出一万人 小石头在身后默默补充 可是咱没带 顾云恒趴击一下 将自己的手抽出 他可没空陪着小傻子继续玩了 赵云立马屁颠屁颠地想跟上 姑娘们眼见行走的一万两就要跑 立马眼急手快地将人拉住 偌大的房间内 赵云小脸通红地坐在桌上 明明是金主爸爸 可却还是紧张得不行 姑娘笑着问他是不是第一次了 赵云一脸憨憨笑 不知道大姐姐为什么会有虫 而且头也好重视怎么face 琴却看着他白里透红的小脸蛋 吐槽这姑娘还没自己好看吗 姑娘看着这小少年俊秀的模样 忍不住身中 他这样子倒是比楼里的姑娘还渴 结果没想到手下的温度静套的响 他这才意识到赵云发烧了 忽然一道声音从窗外传了 顾云恒换了一套衣服去而复 姑娘害怕地问他为何不从正门进 顾云恒让他不要担心 自己就是想问些事 晕呼呼的赵云好奇顾云恒怎么又哭 视线下意又落到了他的身上 小猴也兢兢业业一心只想完成任务 都烧糊涂了手还不忘缠上人家 他抱着顾云恒的胳膊飞飞一响 你别想走 顾云恒察觉这人好像烫得下 问他是不是没喝姜汤 赵云一脸心虚 他才不会说姜汤太难喝 他把他倒了 他先一对刺客涌入房间 琴却紧张地问他们的侍卫去哪 顾云恒表示小叶子被自己耍开了 而赵云则表示小石头回去取情 刺客的十米大刀直接挥下 顾云恒迅速将赵云拉到自己的身后 刺客大哥看了眼顾云恒 反而又将目光投到他身后的赵云身上 顾云恒慌忙让他藏伙 因为刺客们的目标好像是他 小傻子被大忽悠系统管去做任务 一番折腾后没想到真正的宿主另有其人 还不知情的小傻子即使被追杀也不忘完成任务 这日他追着顾云恒来到青楼 结果却遇到一群歹人的追杀 顾云恒双拳难敌四手 拉着人想先冲出包围圈 一旁的铭记若氏忽然吓得大叫了一声 赵云立马冲过去想看看他怎么 一名刺客瞅准时机挥刀砍过来 大刀在眼前闪过 赵云吓得差点没反应过来 顾云恒扯了他一把 急躁的大喊你是傻吗 不会躲 青楼的守卫们听到动静立马冲了上 顾云恒见状拉着赵云的手准备人意 他回头嘲笑傻子解释 刺客的目标是你 你跑了 刺客肯定会优先选择追上你 而不是伤害别人 稍迷糊的赵云听得似动飞动 不过看着二人紧紧相握的手 他满滋滋的想 这下任务应该能完成了吧 顾云恒忽然感觉身后的人好像不太对劲 他一回头就见赵云身子朝他这边跌了过来 顾云恒赶忙扶住他 赵云小脸被烧的外红领 不过手却依旧死死抓住人不放 他看了眼从房间里追了出来的刺客 又看了眼怀里烧的迷糊的某 像是下了某种决心 他对着空气大喊的声情绪 让他给自己兑换听了 秦却得逞般一笑 你终于不无是我 三人很快回到了温元帅的府 顾云恒一进门便让小丝们去请待 一路上赵云的小手都扒着不放 此刻依旧将他的手指牢牢抓紧 秦却愧疚疼 早知道今日不该给他任务 顾云恒冷失 那你还挺有良心的 秦却小声嘀咕 要不是你消极带工 我会这样另辟蹊径吗 温元帅心疼的看着好大事 问顾云恒可知道凶手是谁 顾云恒有可疑人选 但没有证据他不敢轻易断你 而且现在温小元帅大婚在即 他劝温元帅还是不要他这套婚子 这事先交给他就行 因为敢刺杀小侯爷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温元帅一脸欣慰 小依的眼光好像还不错 小思忽然来报 有位叫若狮的姑娘过来 顾云恒勾纯一笑 证据这不就来了 会客厅内 秦却让顾云恒可得好好感谢赵义 是赵义帮他引起了 皇族和重臣的官子 顾云恒腻了太阳 我要想完成任务 还需要你去哄骗他 大忽悠系统识别不开心 心道还是小傻子好说话 顾云恒不动声色地看了眼来人 低声道查出 贺之州卖官的任务 看来马上也要完成了 如果他不想继续待在贺州 自己也可以带他一起离开 若是拿出一本册子 说上面记录了贺之州 买卖官职的人员名单 那些人来怀月楼喝酒聊天 他只要留心 就可以把内容全部记录起 若是说他与贺之州相识四女 那日他派的杀手 竟想将自己也一并处 如今他不得已只能寻求庇物 这边赵义一醒来 对于两个泪眼婆娑的大人对上 他将视线从这两人身上挪开 偏头问他任务有没有完成 秦鹊笑得一脸慈小 恭喜你任务完成了 赵义文言才长述一口气 秦鹊看得心软软 要是宿主真是这小家伙该多省心 旭儿和小石头见小侯 也有一点安详的躺下 鼻咕小侯也不会真烧坏脑的 哪知下一秒就见赵义神采意的 我有些饿了 你们快分付厨房给我弄点吃的 这边赵义吃完饭 听秦鹊说顾云恒又救了他一次 赵义不解什么教语 秦鹊掰着手指头 你落水救了一次 你遇刺又救了名字 明明这人每天都对自己冷的脸 他好奇这人真的会这么好心 忽然恍然大悟 难不成他是那种口是心非默默守护的人设 他赶忙让秦鹊调出好感度面 然而大大的负三十七 还是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 七殿下明明冷情又克制 不想一招却被笨蛋小侯爷攻破了心房 为了感谢七殿下救了自己两次 赵义这日特地跑过来找他 顾云恒语气疏离 那种情况下很难见死不救 赵义小嘴巴巴 你不用解释了 我知道你冷漠的心已经被我误热了 听长脚四人堵心道这土味情话 怎么感觉有点小尴尬 顾云恒转身要离开 赵义赶忙拽住他一脚 顾云恒一脸不耐烦地问他还有事吗 赵义置无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 虽然你总对我摆个臭脸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不顾自身安慰救我 虽然但是 顾云恒不知不觉竟对他明媚的笑容愣住 只听他还在继续说 等回宫了 我一定把能搜罗到的七花一草都搬到你功了 顾云恒的笑意终于抵达眼底 那你可要一言为定 晚上朝一快乐地炫完一堆零食 然后又熟读了怎样成为万人名 但他总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得紧 呼的反应过来 秦雀跑到哪去了 明明之前他的任务都是一个接着引 因为秦雀正被他真正的宿主折磨 那日怀月楼遇刺之时 让他以为顾云恒终于肯安心做任务 奈何一回到公顾云恒就翻脸不认人 当时是暂时结盟 从现在起我还是看不见 秦雀不可思议 威胁你别以为我不敢惩罚 顾云恒一脸的无所畏惧 气得秦雀愤怒地张开双臂朝他扑去 不想手却从他的身体里穿了过去 秦雀扑了的空 他越想越生气 气愤地哼了句后又凭空消失 这边赵亦终于看到秦雀回来 看他气鼓鼓了 赵亦问他怎么好像有点生气 秦雀定了定秦雀 心道顾云恒既然你不配 那就别怪我用别的手段 一回头便与赵亦无辜又宠门的眼神对上 心虚的嘀咕要不还是算了 小傻子做起任务来不了吗 还是让他先休息一段时间吧 乃至赵亦却开始吐槽他不称职 都已经十天没给自己新任务 秦雀糊弄这几天先给他放在架里 不想赵亦的敬业精神堪称宿主凯模 即使没有任务也不忘时不时去刷刷男主的好感是 赵亦举起手手加油打气 你这么照顾我 顾云恒的院子走去 半路却被一人叫住 结果一回头就被堵在了墙井 那人自来熟道请问去锦翠园该走哪条路 赵亦回了句不知道 那人将长发一聊 那请问去你心里该走哪条路呢 赵亦内心暴躁 这人间游物到底是谁啊 半赏后 顾云恒也惨遭游物攻击 七殿下果然如果听到班风度偏偏遇了人 七殿下我们以前可曾见过 顾云恒一边使劲地想将手挣破 一边假笑回应他们未曾见过 那人张口就来 不 我一定在梦中见过殿下 顾云恒朝朝一咬牙切齿地问 这位是谁 不带赵云回答 那人自我介绍到他叫狼景星 赵云补充他是蓝国皇子 因为想去锦翠园迷路来了这 赵云不好意思说 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锦翠园在哪 因为自从穿越后 整个宫里就这台来的最起 顾云恒本想打发他们去锦翠园 哪知皇子大手一挥 表示有这样的美景又何必去锦翠园 更何况这里还有让花都羞涩的 七皇子和小北云 赵云觉得好土 但莫名有种熟悉感是什么回事 我只是觉得二位在这里该久会觉得无聊 海红屁大师张口就来 你是山你是水 我的心里你最美 你出城你赛仙 看你就能看一天 大师一出手就只有命 狼景星对小侯爷的敬意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 小侯爷和七皇子竟是这种关系 赵云刚想回头招呼他也来一起吃点击 结果身体忽然开启自动躲避模式 一闪身果然就见顾云扑了过来 狼景星被突然扑上来的姑娘打得措手不及 直到顾梅睁开了明亮的毛 她感觉心好像迅速上到了180脉 顾梅发现扑错了人 眼含热泪表示自己可是日日都盼着朝一哥哥 顾云恒上前看了眼被砸得一动不动的狼景星 没想到人家是陷入了爱情的陷阱 她擦了擦嘴角上的血子 转头又瞬间恢复了人间油雾的毛 她牵起顾梅的手巡人 这位可爱的姑娘可有捡到我的东西 顾梅暴躁地将手挥开 本公主是乱捡东西的人吗 狼景星立马待遇等心 是我的心被公主拧走 顾梅愈驾暴躁 你放屁 你竟敢恶本公主 造公主为爱笨蛋小侯爷 哪只小侯爷一心只想拿下男主 为了刷刷男主的好感度 朝一机智的提议 七殿下你要是有摆不下的花草 可以放到我的院里 顾梅公主赶紧插足二人的奸情 朝一哥哥 你天天跟着七皇兄 也会变得像他一样无聊的 蓝国皇子狼景星生情并茂 爱一个人 他怎么可能爱气皇兄 你 离本公主远点 狼景星依旧深情款款 公主殿下 心的距离是无法控制的 顾没有被他恶心到 大喊着让他别再用那样的眼神 看着自己 平静生活被打破的 顾云恒皱了皱眉 气得让人给自己上一壶降火 正好是从来报皇上 召见小侯爷和七殿下 闻此顾云恒对朝一的好感度 瞬间降了五个点 朝一赶忙补救 我有一对十分好看的锦里 放了一堂正合适 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出发 他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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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吃瓜群众忍不住感慨了 聚贵圈争了 这边一群吃男怨女 而此时的二皇子府邸 却是气氛压抑 八皇子顾云峰找到哥哥 他紧张地钻紧一宿 混小依在贺州遭人刺杀的事 是不是和他有关 顾云烨沉默望向他 顾云峰心下了然 祈求他能不能不要伤害朝一 顾云烨语气淡淡 你以为朝一没死 你就可以将他推入谷里的这件事 当作没发生吗 顾云峰被戳到困住 想起那日小依看他的眼神 他的心里简直是钻心的疼 顾云烨缓缓抚上他的脸颊鼓破道 你既然做了就回不了 记住你们以后只能是仇人 再也做不了朋友 顾云峰闻言悔恨的泪水瞬间一出 朝一一行人刚出来 就被一只白色狗狗拦住去了 朝一吓得迅速躲到顾云峰身后 狼颈形也立马将顾眉护到身后 顾眉沉默三秒 然后扒开狼颈形的手和狗布骂了 狼颈形滤进八百层后 心到小梅这小鸟依然的模样可真可爱 这时贵妃挺着大肚子姗姗来吃 顾眉一见她就忍不住吃了伤 狼颈形十分自觉地记好小本 这是公主讨厌的人 顾云烨正好也赶到这边 没想到小狗却一改暴躁模样 跑到他脚边快乐地摇着尾 似是知道他们也是去找皇帝的 顾云烨便邀他们一同前往 独留下暴躁公主和游巫皇子与狗虎大战三百回复 御书房内 皇帝先问顾云恒有没有查清贺州遇此一案 顾云恒先是转头看了眼顾云烨 接着才说凶手是贺州之府 但他还不知此人的动机是什么 顾云烨一脸关心问他们可有受伤 台上的皇帝则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二皇子 赵义小手一抬 果然这人的好感度还是一片乌漆满黑 他忍不住推了剧这人可真虚伪 从御书房出来 赵义便带着侍从来到顾云峰的宫外 守门的却说八殿下这几日谁都不见 赵义说自己有重要的事 小世子挠了挠头 殿下特意说了小侯爷来了也不见 侍女瞬间泪目 没想到自己磕的CP竟然变了 当日夜里 赵义又做了个噩梦 梦里他带着落水的顾云峰艰难地浮出水面 上岸后赵义看了眼一旁昏迷不醒 望着顾云峰惨白的脸颊 他心里也是如针扎般秘密的毒 这画面惊得赵义猛地从床上弹起 勤却赶忙问他是不是睡上了 赵义表情严重 如果真是梦中的那样 那就代表那日顾云峰也随着他落水 所以真正想杀赵义的人到底是谁 傲娇皇子口闲体正直 面上对笨蛋小侯爷嫌弃的不行 但小可怜只要稍稍露点委屈的表情 傲娇皇子就能立马为他分忧紧的 小叶子发现今日的七殿下有点奇怪 比如明明上一秒还在修剪花枝 下一秒就呼得朝门口望去 比如上一秒还在卫妙 下一秒又猛地朝门口望去 这边顾云恒刚为自己争了悲惨 忽然又朝门口望去 看着空无一人的大门后 他愉悦地想今日可是难得的清静 哪知开心没三秒 赵义就带着秦雀过来 不过小侯爷今日看着有点情绪低落 秦雀朝他使了识眼色 接受到眼神暗示的顾云恒默默将茶杯推给赵义 说小北宁侯今日心情好像不佳呀 赵义任务模式瞬间开启 拍马屁到再坏的心情 他抬头扫了眼顾云恒 心到来宫里这么长时间 能算得上的朋友只有他 他问顾云恒 自己在他眼里是什么样的 行却在背后和老母亲似的苦苦爱情 你就给孩子说说吧 顾云恒说他精力旺盛 一整天都能蹦打个不停 那我以前是什么样子呢 想起赵义以前总被一群人围着 于是顾云恒总结到人缘很苦 孩子眼神适宜 还有呢 继续继续 比如我得罪过谁之类的 顾云恒腻了他一眼 说自己都清楚 赵义失望地垂下了头 不知道自己还能找谁去打听人生的情侣 忽然想起续儿和小石头 不过自己那两个尾粉的滤镜 简直有八百层 赵义估计也问不到什么友谊信息 再又一次听到赵义长长地探了不信 顾云恒猜信 他应该是想去调查 原来的赵义发生了什么 心到这人是个麻烦 自己得离他远点 赵义苦大仇深地想着 就连一片花瓣落在他的发顶都没发现 顾云恒似有若无地瞥了眼 他头顶花瓣 然后烦躁地择了声 又有一片花瓣落入他的茶杯 如同他被荡起层层涟漪的心娘 顾云恒还是没忍住提醒他可以去找大皇子 说完又开始后悔自己怎么还是提醒 赵义向夺小太阳般笑得明媚 并感谢他对自己的帮助 顾云恒别扭地偏过头 傲娇倒也算不上帮忙 看着曾经的铁石心肠今日静转性 秦却略有所思 看来给赵义的任务还是有用的嘛 赵义立马憨憨地比了个大心 当着顾云恒的面 秦却只得尴尬地偏过头 一看大皇子好感度慢 他立马干尽十足地要去找他去续据 顾云恒提醒 大皇子因得性有失被罚禁足义 皇上不许他人探视 如今还剩一个月的时间 既然明知不扯 赵义决定另辟蹊径 顾梅看着喂自己家菜的赵义哥哥 简直感动到落泪 赵义问他最近有没有想大皇兄 顾梅端走自己的大碗 直接嗷呜一口让赵义哥哥喂到自己嘴 顾梅说自己昨日才去看的大皇兄 赵义不解 大皇子不是不被允许探视吗 顾梅上前摸了摸他的脑 进皇兄宫里的密道不是你派人挖的吗 赵义顺着顾梅所说的密道走进 一来就看到大皇子正等着密道 大皇子余光一锁 看到赵义来了后立马大声喊 句话 这么久没来 我还真以为你不会再来见我 赵义挠了挠头 说是最近有些事所以才没能来看大皇子 大皇子听到他的称呼 叹了口气说你果然还在生气 赵义懊恼的服务 关系好的话肯定不能这样称呼 大皇子摸了摸他的头安慰 让他也不要再生云叶的气 虽然云叶奏请父皇将我的凤银解败 但这确实是我有错在先 你就不要生他的气了 赵义没有援主的记忆 只能谎称自己失业了 大皇子说不记得也好 所幸也不是什么高兴的事 不过你的糗事我还替你记着 比如小时候你看梅儿穿裙子好看也非要穿 赵义尴尬地插他话题 问他是怎么被废了太子之位的 虽然大家都说你是德性有失 但我不相信你是那样的 看孩子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性能 瑞云林心虚地偏过了头 说是之前不小心撞到田飞害的他小场 赵义朝他确认 但大皇子恨不能心虚地钻到地方的表情 让赵义明白他一定在撒谎 他才不信不小心撞到妃子就能被废了太子之位 秦雀敲摸探出个头 既然线索在田飞这 那就顺着田飞查呢 说着他顺手撩起赵义的头发开始变弃想念 赵义猛的回答 你都已经给我放了半个月的假 秦雀磕磕巴巴 有任务 不过是我忘了告诉你 于是他张口着了 与男主调查原生的死亡真心 心道就不仅不耽误赵义的调查 还能让顾云恒参加自己的任务 自己是什么无敌大聪明 少年穿越后费尽巴拉的攻略男主 却没想到男主也是穿越过来 不仅如此 就连整天忽悠自己的缺德系统竟也是男主 暂时还不知情的赵义依旧在兢兢业业的完成任务 他厚着脸皮非要拉着顾云恒来丘烈为常 本想低调生活的顾云恒整个人都快不好 二皇子顾云夜伪善一笑 没想到七弟竟还善其设 顾云恒彻底摆烂不装了 挑衅到二哥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 赵义一脸不可置信 你的低调行事呢 对方是二皇子不是我 你怎么不演了 随着皇帝的一声令下 大部队也都开始出发 赵义也慌忙爬上自己的马去追顾云恒 路上他心虚提议 要不要和自己一起去调查 大皇子对非之事 顾云恒没有感情的果断拒绝 赵义打起感情牌 你不想还你大哥一个青蓝吗 顾云恒依旧目得感情 实际上我只和大皇兄说过四句话 其中分别是幼年时问候的大皇兄 幼年后问候的大皇兄 以及两生太子 赵义女色 你们两兄弟还真是客气了 他又问他能不能给自己出出主 赵义心道既然顾云恒不愿意 同自己一起完成任务 那让他出点主意应该也算是参与了 顾云恒刚想开口拒绝 马儿却突然受惊断 直接抬起前提 秦却慌忙出现提醒他小心 马儿还在不断的颠簸 想甩掉背上 赵义见状立刻下马想去帮他 顾云恒朝他大呼 让他离自己人 赵义心道顾云恒的奇数不足 这应该难不住他 乃至下一秒就见这人 以螺旋撞朝自己飞了过 赵义简直想慢 顾云恒精准地盖到了赵义的身上 下一秒秦却就见到二人 以一个诡异的姿势飞了走 两人从斜坡上滚下来 一路上顾云恒都死死 不住赵义本 二人终于在一堆枯叶中 勘勘提醒 不过还未放松 他们又直直落入 枯叶下的陷阱之中 赵义鼻子被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磕了起 酸得他眼角都泛出了泪花 忽然反应过来身下 还有个大兄弟 没想到一低头 就对上了顾云恒 生无可恋的目光 他慌忙起身道歉 秦却从洞口飘进来 问他们有没有受伤 赵义挠了挠头 好像就磕了下 只不过背上 好像感觉有点麻烦 秦却眼尖地发现了 他腿上的伤口 赵义无所谓到 只是一点小伤而已 哪知顾云恒忽然 抬手扯下他的袜子 小义羞涩地问他干什么 顾云恒也不回答 对他伤口仔细检查了下 发现只是一些小擦伤后 便将他的脚稳稳放下 赵义自嘲 这点小伤口还没回营地 就能愈合了 他侧过身忧愁地望着洞口 琢梦要怎么上去才行 顾云恒望着他的面容 心肤的一致 赶忙用视线 将他全身都扫湿了一遍 暗存明明没有多余的伤口 怎么会 忽然灵光一声 他猛地将赵义掉转了个身 果然发现他背部 有一条长长的伤口 不知自己中毒的小笨蛋 还在憨憨地问他 不过他忽然感觉 后背有点凉缩缩的 顾云恒握住他 向下试探的时候 赵义则一脸蠢龙地回望着他 看着这张性感大嘴唇 顾云恒十分有涵养的偏过所解释 以后被中毒了 赵义被吓得花容失色 猜想应该是刚才落下石被划到 而那些木头上应该被人刺了 赵义忽然感觉自己头好像有点晕晕了 然后身子就控制不住朝前扑了过去 顾云恒眼疾手快地将人抱住 盯着赵义珠干涩的皮肤 琴却没想到这毒蔓延的还挺快 顾云恒将人紧紧拢住 看来他们得赶快出去解释 赵义害怕得眼泪哗哗 因为他好像已经感觉不到四肢的存在 猜想难道他就要死在这了吗 为什么别的穿越主角一过来都有金手指 到他这怎么这么快就得想命运输 赵义机里咕噜说了一大堆 但顾云恒没能听懂一句 他大声让赵义保持惊醒 琴却却发现他好像已经失去了意识 炯炯有存的大眼睛里 现在也只剩两盆人像了 顾云恒问他积分兑换的解药能解这个可能 琴却被提醒后才忽得想紧 赶忙说什么读都能紧 不过那要需要宿主做任务获取积分兑换才行 意识不清的赵义好像听到了任务二字 立马心塞塞道 是自己任务做得不好才应免总是的吗 转念一想也是 身为男主的顾云恒都被自己气得够巧 他转头想朝顾云恒提 顾云恒却温柔地劝他将要给失了 赵义边将要玩脚把脚把 边肆无忌惮到反正我也要死 其实我这段时间是因为要做任务才去骚扰你 给你造成了不少困难 顾云恒捏了捏他的下巴让他把他吞下去 又抬头看了眼罪魁过手的目 才安慰说平日自己也没人说话 就当是解门了 赵义叹口气 说自己发现他就是外领内人 虽然顾云恒被他烦得不行 但每次遇到危险他都会过来救自己 是自己太想拥有一个健全的身体在这里活下去 所以没有顾及他的胆身 赵义接着坦白自己是穿越过来 顾云恒点点头表示理解 赵义不可思议的回头 就见顾云恒语气平淡道 因为我也是穿越过来 少年为了攻略男主使劲浑身解数 结果没想到男主也是穿越 听到这个消息的赵义简直惊得嘴巴都快合不上了 他发问那你知道红世贤是谁吗 见顾云恒不打 他继续道 那你知道小燕子吗 二营长的意大利土 怕他不看电视剧 赵义又问他总该知道新中国的成立日期吧 顾云恒还是没打 而是用积分换的过氧化轻对着他背部来了一下 赵义痛的眼角泛出泪花 刚想质问就看到他手里明晃晃的现代物品 问他这难道是从系统的积分商城对话呢 赵义眼里满是羡慕的光 秦雀说他的积分还不够开启商城 看来商城里还真有不少好东西 他彻底打消了疑虑 问顾云恒的系统是个什么样的 顾云恒忘了他真挚的大眼睛 忽然有点不忍心说是怎么回事 以为他不方便说 赵义尴尬的挠了挠头 没事我就随便问 大忽又系统敲摸探出个人 就见赵义一脸笑一头 大难不死还看相遇不知 我运气真好 顾云恒也被他带着眼睫微弯 笑道你还挺乐观 因为前世双腿残疾 所以在赵义看来 只要健康的活着就已经非常幸运了 他问顾云恒是怎么穿越过来 顾云恒回答是遇到了一场事故 赵义嘀咕自己一下 追完了几百集的狗血液造就 应该是猝死后过来 他向顾云恒解释 之前为了任务骚扰了你不少时间 希望你没有因此而讨厌我 秦雀刚想爬出来 就对上顾云恒的死亡灵石 他心虚的想爬回去 顾云恒却让他别躲 是时候给孩子解释解释 赵义没想到他竟然也能看到秦雀 秦雀尴尬的挠了挠头 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自己骗了他 顾云恒直截了当 他是我的系统 猛逼的赵义简直一脸猛逼 原来十几年前的某一天 顾云恒一觉醒来 就见一长发男人坐他床边 秦雀一张口就说自己是他的系统 原以为这小鬼会开心到飞起 哪知顾云恒一脸不信 秦雀以为他没听懂 继续解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重生机遇 在这个世界 您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换购很多好东西 顾云恒自不自的看了看自己的掌心 然后又不可置信的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半晌后才相信自己是真的穿越 秦雀恋爱的拍了拍他的头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身体 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顾云恒瞬间呆住 然后被子一裹回了去 傻子才会去 就这样顾云恒为了不回去 选择一支摆烂不做任务 直到太子生辰宴上 秦雀看着台上风光无限的顾云灵笛 按照任务进度 现在坐上太子之位的应该是你 顾云恒却回了去太隐人注目 也不见得是个好事 秦雀威胁再不做任务就惩罚你了 是魂飞扩散还是再无来事 你都威胁我七年了 秦雀咬牙这次是真的 顾云恒笑得一脸天真 那来吧 秦雀自然是不能拿他怎么样了 顾云恒不屑地切了声 就知道他是个嘴硬心软的家伙 就这样又躺平了几年之后 这日顾云恒坐在凉亭边喂鱼 秦雀又舔着大脸忽然出现 四目相对鸭血无声 秦雀忍不住敌不真无趣 心三塞道 他难道会成为第一个被停用 你没完成任务的戏 然而就在当晚 秦雀闲来无事恰好游荡到宫里的一个湖边 这是一个少年从水中冒了水 秦雀从背后伸头查他 没想到这少年竟是死后被浑穿了 想起自己那个不听话的速度 忽然灵机一动 他冷恒 顾云恒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岁月静好 这边赵云被水呛的咳了半天 然后一抬头就见一场大男人说自己是他的戏 复盘完毕后 赵云一脸呆滞 你不是一直在我身边要我做任务吗 秦雀心虚 都是我瞎编的 你根本没有任务要做 赵云将他的话又复述了一点 我没有任务要做 秦雀越说越没底气 我一开始只想让你去骚扰顾云恒让他受受气 后来就是想通过你去让顾云恒完成任务 赵云还在不断重复 可你是顾云恒的系统 那我的系统在哪呢 你应该没有系统 只是个意外穿越的路人 所以我根本不用做什么任务 也不用担心魂飞魄散 赵云终于反应过来 总扣到你只是为了让我隔音顾云恒 秦雀抠着手手 我就是看你这么认真做任务 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和你开口说出真心 赵云又反问另一位当事人 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 顾云恒尴尬的眼唇点了点 赵云的小脸瞬间红透 想起以前吹的那些土味情话 他恨不能羞愧的原地自身 一旁的顾云恒见赵云捶着头 心到他难道不会生气了吧 下好守卫们也正好找到了这儿 顾云恒朝赵云伸手想扶他起 哪知赵云竟木有感情的偏贵人 顾云恒也不再勉弃 让他回去先包扎一下伤口 自己会晚点再去找他 他逃他追 他插翅南飞 七皇子怎么也没想到 有一天静也会追着人物 自从赵云知道他和秦鹊联合欺骗他后 便铁了心的要与他们老死不相忘 这日他将一众闲杂人等全部制作 道歉说之前没有告诉他真相是自己的错 因为自己只想过安静的生活 但赵云的身份太特殊 所以一开始他不愿和赵云有太多的牵扯 也假装看不到秦鹊 秦鹊也在一旁心虚道 自己不应该为了耍顾云恒而骗他 但赵云依旧沉默着一言不发 顾云恒语气温柔 赵云你想要怎样解气都可以 可不可以别不理 见赵云还是不为所动 顾云恒抬手搭上他的肩膀 刚开口问了句能不能消消气 下一秒赵云就像炸毛的猫一样 让他别靠近自己 顾云恒看着他红得不正常的脸颈 还以为是伤口没处理好发烧了 赵云抬手一巴拉 都说了让你别凑这么紧 气氛一时有点小单大 赵云红着脸小声解释 我没有生里面的气 顾云恒不解他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赵云继续补充 不用做任务就能健康地活着 我很高兴 我没生气 我只是觉得太丢人 赵云捂着通红的小脸 之前我认真做任务时 对你说的那些话 做的那些事 现在想起来就 顾云恒看他愤不能挖个地洞的门 嘴角忍不住微微向上勾起 他眼纯安慰 也不算丢人 不过是有些土 闻言赵云小脸的温度又急速上升 羞涩的大吼了俊泥走 顾云恒第二日一早又跑过来 旭儿挡在门口磕磕巴巴 小侯爷 小侯爷还在睡觉呢 话音刚落小石头就掀开了帘子 还大声到了剧主 今日吃了两碗 眼看谎言不攻自破 旭儿气得朝小石头的胸口就来了一群 顾云恒一进来看到一位太医 正给赵云上摇 太医转头换了生气电信 顾云恒刚要开口 就见赵云从自己面前快速飞了过去 太医转的蹬带着那边 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顾云恒一天到晚都守在他的营帐外 搞得赵云厕所都不敢去 这日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释放一些 没想到刚记好腰带 顾云恒似幽灵般的声音又从背后传了过来 赵云崩溃的逃窜 他是不是疯了呀 这日顾云恒又像每日打卡般来到赵云的营帐外 四目相对的差内见 赵云条件反射式的把腿就跑 顾云恒轻轻叹了口气 对着一众大臣到了拒势培 然后立马朝赵云的方向跟了过去 赵云探出个小脑瓜 以为顾云恒已经离开了 他刚想松口气 身后就传来一道悠悠的声音 你在找什么 赵云腿比脑袋反应还快 顾云恒则眼急手快地揪住他的衣领 赵云使劲扑腾后发现还是逃不开 于是坐坐地捂着肩膀忙不迭地喊疼 顾云恒以为是牵扯到他的伤口 吓得立马将手松开 哪知下一秒就见某人以180脑的速度逃离现场 晚上赵云饿得肚子咕咕叫 掀开帘子想问小石头怎么还没送晚膳 结果就看到顾云恒一脸淡定地端着他的晚膳 赵云下意识想将帘子拉上 却反被顾云恒抬手挡下 赵云悔不当初 他以前也是这么阴风不散地蹲点顾云恒吗 所以现在是他的报应来了 顾云恒一把将他的手攥住 直接开口说那日马失控不是意外 赵云闻言一顿 你的意思是有人要害你 话若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身体 慌乱地将手抽出后他磕磕巴巴的 进 进去说吧 呼得想起秦雀 赵云说他或许能提供点线索 然后秦雀就背着金条来附近请罪了 人多了后赵云感觉终于没那么尴尬 赵云接上刚才的话题 说这次肯定不会只是意外 首先皇家猎场不可能有这种陷阱 其次就算有陷阱 守卫们也不敢在上面用紧 顾云恒附和了句没错 皇家狩猎都是用的射手 被肯定的赵云眼睛瞬间亮晶晶 得意这件事根本瞒不住自己 顾云恒也乐得很怕开心 说看来你不只会哄人这一项优点 一听到哄人二字 赵云瞬间想起自己做舔狗的那些人 他立马跳脚想逃离现场 手却被顾云恒一把握住 这是你的营杖你要去哪 这件事皇上已经派人去诊 你先坐下吧 他二人牵着手手说着悄悄话 秦雀抱着金条尴尬 心道我是不是不该在这 替罪羊表示是凌妃娘娘 因为气不过小侯爷害了三皇子 所以才在猎场挖了陷阱 说只要日日焚香祈祷 小侯爷自会倒霉地掉下去 皇帝又拿出一枚暗器 问当时这暗器让马失控 又该如何解决 小四一脸茫然 说自己只是帮凌妃挖了坑 这暗器他是一点也不知 皇帝问顾云恒怎么样 顾云恒拱手了 他觉得这小四应该不知道 暗器伤马的事 毕竟能动用十几多库卫来挖坑 主使者应该也不会 谁能不爱软乎乎的笨蛋小侯爷呢 就连清冷傲娇的七皇子也逃不掉 甚至每天都跑到人家营帐来定式打卡 这日赵云上完腰后就睡了过去 顾云恒就一直坐在他的他边陪着他 半晌过后 赵云才悠悠然醒着 他起身边揉眼眶边大喊 血儿我愣 喊完后又发了几秒的愣 忽然感觉背后的伤口有点痒 他忍不住伸手去挠 身后却出现一只大手及时将他的手握住 顾云恒出声让他别把伤口挠破 赵云吓得迅速跳开 反问你怎么又出现在这 顾云恒却腻了眼他脸蛋上睡出的印子 忍不住无奈地叹了头气 我们是来找你查案子 没想到你睡了这么久 查案 查这次的案子吗 顾云恒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他脸上的印子笑意更深 想起之前顾云恒都是表面笑的 背地里却在好感度疯狂往下掉 于是他习惯性抬手想去看他的好感 秦却看了眼他的动作 又转头瞄了眼顾云恒的头顶 心虚到之前的面板都是我手动给你调出来 赵云小脸一红 忘了我根本没有戏 顾云恒赶忙为笨蛋小活也岔开话题 问他不是饿了吗 趁他吃饭的时候 顾云恒向他打听他认为最有可能的真凶事实 赵云缩罢着筷子 直接回了句顾云叶 为什么那么肯定 赵云理所当然道 因为我遇到的人里只有你和顾云叶对我的好感度是 顾云恒转头朝秦却确认好感只是真实的 秦却表示真的不能再争 如果你想要看的话也可以 顾云恒慕有感情地拒绝了这个睿智的动作 并让他给赵云看就行 赵云还挺快乐 觉得这个功能还蛮方便 赵云抬起胳膊看着顾云叶的好感 果然还是富的深度见语 忍不住吐槽这人表面对自己如沐春风 可真是表里不一一人 忽然想起另一位好感之为富也表里不一的人 就坐在自己旁边 赵云赶忙找出自己真不是在指丧骂怀的说明 顾云恒宠命一项 表示自己知道的 赵云又抬手往下滑拉 忽然看到某人的好感度竟从富数上升到了正直 赵云和秦却都忍不住抬起头看着某人 此间小猴也十分傲娇地咳了一声 顾云恒好奇又怎么了 赵云红着小脸表示肯定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呀 一向清冷的七皇子笑意一鸣的肯定 嗯 没想到这个世界还有能让我放下戒备说话的 不过感觉还不错 秦却转身不带任何留恋的走 这十几年他每天追着顾云恒说那么多话 还看着他长大 自己终究是错付了呀 回到皇宫后 顾云恒又从赵云口中得知他可以看到原生的记忆片段 因为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赵云只能说原生是和顾云峰一起落实 他猜想除了八皇子应该没人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 但顾云峰这一段时间却不肯见他 这时续而过来说看诊的太医过来 赵云的伤已经没有什么大案 顾云恒问之后会留疤呢 赵云开了拍胸虎 伤痕可是男子汉的勋章 太医也被他逗乐了 说晚些时候会送点驱八的高药馆 老太医也一直在给顾云峰看着 顾云恒便趁机让老太医去给八皇子说 小北宁猴在猎场上受了很严重的伤 赵云问他是想让顾云峰主动来找他们吗 顾云恒点了点灯 于是赵云便安心的将大碗里的药呼噗咽下 忽然身体开启自动躲避功能 打眼一看果然顾云又朝他这边拖沦过来 顾云恒一把将顾云的衣领滴溜住 顾云恒边挣扎边口吐吞芳 顾云恒忽然将他稳稳放弃 眼神和善道 赵云的背后受伤了 黄妹别突然袭击 顾云立马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问他怎么又受伤了 他故意看了眼顾云恒 一顾自从你和七皇兄扯上关系这种事就没断了 还是离七皇兄远点吧 赵云善善道其实每次也是七殿下就对 顾云反问是真的 赵云真诚地点了点 顾云抠着手手道歉 那就是我错怪七哥了 忽然店外有人声音急促地唤了声响 三人一回头 就见顾云峰封城仆仆地赶不过来 为了调查原主的死亡真相 赵云与顾云恒计划从唯一现场证人顾云峰口中套话 顾云峰一听到赵云受了重伤 立马马不停蹄地赶不过来 但没想赵云竟还能活蹦乱跳 赵云心虚地挥舞起胳膊 宫中的御医就是好挖 突然就浑身眼镜了 顾云峰见他没什么大碍便准备告辞 顾云恒忽然开口 八弟难道不想知道赵云怎么在猎场上受的伤吗 顾云峰沉默着钻井胸口的衣服 赵云上前搭上他的肩膀 让他坐坐再走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聊天了 顾云峰情绪低落地点了点头 然后与赵云坐在同一侧的踏上 顾云是个小机灵鬼 为了和赵云哥哥排排坐 他跑到顾云峰旁边机智提议 八皇兄我那里不紧 你去我那边坐吧 然后又挽起赵云的胳膊殷勤了 赵云哥哥晚点我来帮你的后背上要吧 好在侍女来报说狼井行正在整 才将顾云这个黏人精给吓跑 赵云又偏头看了眼顾云恒 顾云恒心领神会地表示自己也出去找旭儿拿点茶 大殿那瞬间只有二人了 赵云直接开门见山 云峰 那天晚上湖边还有别人吗 反应过来他说的应该是推他入湖的那晚 他忍不住吐槽不愧是两兄弟 顾云峰垂着头看不清情绪 小云对不起 你去和父皇说吧 我会认罪的 赵云知道他这是为了包庇幕后之人而选择主动了 他语气沉重的 顾云峰 你在包庇真凶的时候有没有想 如果那天我真的死 如果那天我真的再没从水里出来 他上前攥紧顾云峰的衣服 一字一顿地说 如果赵云真的死 顾云峰只是想想眼里的泪水就瞬间雨 他肯定的 如果小云你那天死 我就 只是话还未说完就被打断 大皇子顾云峰看着自家弟弟眼里泛起的泪光 问他们不是吵架了吧 两个小可爱手拉手一脸呆萌 身后的顾云峰给二人找 不愧是赵云给八弟说了什么故事 顾云峰赶忙擦了擦眼睛 点头回答是小云说的太感应了 顾云峰见无视便想去看看赵云后背的伤口 赵云乐呵呵的挥舞起手臂 表示伤口早就好得差不多了 看着亲密无间的二人 又想起小云对大哥的特殊感情 顾云峰终是男眼落寞赶快逃离了现场 但回去的路上 脑海中还是不断浮现赵云的那句 如果那天我真的死了 想起他和赵云的初次见面 是他抱着书本来到学堂 顾云峰却在门口办了一下 他一时不察摔倒在地 掌心被擦破了皮 他疼得眼里泛起泪花 但正准备将书捡起来时 一只脚却静止踩在他的书本上 他缓缓将头抬起 就见三皇子顾云网语气嘲讽 只有女娃才会哭鼻子 丢不丢人 顾云峰不敢和他起争执 用力想将自己的书本抽回来 奈何怎么也抽不动 这时顾云网的身后 忽然出现两只小脚丫 他一回头 就见赵云和顾云对着他的小腿 和屁股来了个二脚踢 顾云网捂着屁股羞涩地问他们干嘛 赵云钻井小拳拳 我是男子 我喜欢动手 顾云也附和了句动手 三皇子觉得这俩家伙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然后他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于是只能边毫边去找父皇告状 赵云抬手扔了从某人头上薅的头 切了声之不也会哭吗 看到顾云峰正一脸唇盖地忘了他 赵云立马蹲下抬起他的掌心 提醒顾云峰下次再遇到这种 就告诉他二哥和云林哥哥 顾云峰泪眼的活缩 问他为什么要帮自己 小赵云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朋友就该互相帮助了 顾云峰闻眼眼泪又蓄满了眼光 没想到赵云竟把自己当作朋友 盘从小侯爷仗着有老公的撑腰 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化身小作惊 这日赵云和顾云恒在皇宫里压马路 忽然一个绿色的人影从拐角处窜出 众人一看是三皇子顾云网 觉得他一定是过来打击报复 因为围猎那日他的母妃林妃害得赵云掉入陷阱 所以皇帝下令将林妃禁足 蓄而一见势头不对 立马闪身挡在小侯爷的面前 剪子一副母子护载的架势 赵云也立马挽起顾云恒的胳膊 先发致人到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三殿下竟要当众行凶 顾云恒则不动声色腻了眼被挽住的胳膊 顾云网气不打一出了 明明你害我在先 现在我母妃又因为你关禁闭 赵云小嘴巴巴 是你纵马伤人在先 而且你母妃也是自己犯了错于我何干 说着他硬挤出两滴泪扑素的 而且我都受伤了 管事后无比做做的无嘴抽烟 你现在却还想打我 顾云恒看着戏精上身的猛 无奈只能宠你一笑 顾云网简直被他的一张小嘴捕的哑口无言 他撇过头别扭道 我今日不是来打你的 我是来替母妃向你道歉的 二人一脸迷茫 顾云网接着道 先前被禁足是我自找 只是希望你别记恨我母妃 他是为了我才做出这种事的 二人相视一眼 意识到刚才自己演过头了 赵云将顾云恒的衣服整理整齐后 才广广开口 我没有记恨你母妃 但是封建迷信不可取 这次掉进陷阱就算我懂了 顾云网不是很懂 封建迷信是个什么洞洞 这段时间赵云与顾云恒关系越来越好 即使没有任务也每天都私混在一起 这日二人又聚在一起下棋 顾云恒一脸纠结 赵云却得意的不行 别挣扎了 两步之内我必将你斩鱼马迹 这时有人来抱良妃过来 赵云不知良妃是谁 顾云恒介绍是顾云夜和顾云峰的生物 梁妃一进来便询问赵云的伤怎样 赵云应答自如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令赵云惊讶的是 没想到这个梁妃对自己的好感值竟然并不低 又想起那个表里不一的笑面 忍不住推了句原来全家救你一个坏东西 一旁的顾云恒依旧面色凝重 还在想着如何磅活着举起 梁妃顺着她的视线 温柔地笑道原来小云和云恒在下棋 不过啊 不过她很好奇这下子是个什么东西 梁妃又固然跳转话题 问赵云还记得半年前 她送自己的玉石百剑葱呢 赵云没有原主的记忆 只能敷衍说太久远自己早就记不清了 梁妃文言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手 然后神色如常地说不记得就算了 说话间她又掏出一只香囊 说是自己最近为她求的护身符 赵云接过后道了句谢谢 顾云恒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她手中的香囊 接着从赵云手中将她拿了过来 我看看这个护身符真的凌漫 梁妃想伸手阻止 可能又觉得太奇怪 所以默默将手放下 雪儿哒哒地跑了进来 说县余姑娘来了 原来皇后听说赵云受伤 便派林县余过来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赵云心发怒放 难道咱的后宫生活就要从此开始了 雪儿遭累积 莫不是皇后娘娘觉得我们照顾不好小侯爷了 看赵云一脸发痴性 顾云恒默默垂垂下了头 然后趁某人不注意偷偷将妻子摸了摩位置 秦却惊了 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气垫下 送走梁妃后 赵云美滋滋地蹦跋着 没想到顾云恒还在等她 顾云恒淡定地引了口 说其还没下完 赵云一脸无奈 以败局已定了 然而等她看了眼气盘后 她十分肯定地问某人是不是动了气 顾云恒眼睛都不敢直视赵云 心虚地说自己没动 赵云无比肯定 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气垫下 还有你之前的高冷都跑哪去了 高冷皇子对小侯爷动了心 就连笨蛋侯爷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他的情绪 系统只是说了句 赵云可能对皇后的公女一见钟情 顾云恒立马斩钉截铁地说了句 他俩不可能 秦却好奇他怎么如此赌定 而且他俩不可能你好像还挺高兴 系皇子没有丝毫恼恕成目 只是接下来的棋局 秦却都被杀得片脚不留 而这边赵云好像梦到了一些了不得的事情 梦里大皇子顾云灵将自己喝得鸣饼大醉 还说难道他已经当我是个仇人了吗 赵云握住他的手腕制止 别喝了 明天还要早朝呢 顾云灵听完立马将酒壶乖乖递过去 然后下一秒就坚持不住栽了下去 赵云扶着人叹了口气 明明看着很可靠 但却总是让他不省心 说完他去了眼昏睡的顾云灵 忍不住抬手挑开他落下的碎巴 语气落寞道 在我面前 你怎样都不算失态 赵云醒来后就一脸猛逼 刚才的是梦还是原生的记忆 完师又急忙摇了摇头 他怎么可能对大皇子做这么奇怪的梦 这样看来那就是原生的记忆了 他亚裔园主对大皇子竟有这样特殊的感激 还有顾云灵口中说的他又是谁吗 忽然小脸一红 也有可能是疼 于是他准备去找顾云灵求救 结果半路却听到一阵呼唤 赵云循着声音的方向去找 没想到竟看到田飞躺在地上 而他身后的裙子已经沾上血迹 赵云赶忙让林仙渝去叫太阳 何待赵云分子 续而就十分上道地跑去找顾云口 赵云将田飞抱起送到他的院落中 田飞挣扎着抬头 却看到赵云一脸担忧的表情 终于将人送到后 赵云简直累的上气不接下气 他摊坐在门前阶梯上 顾云恒一来看到的就是如此长子 赵云笑意盈盈地对着他说 你来晚了 我已经解决了 像是被他的笑容感染 顾云恒无奈地叹口气 你居然还真是 赵云仰着头等他接下来 但顾云恒却只抬手揉了揉他的发 让他先去把衣服换了 赵云呆呆地摸了下被他揉过的地方 然后被牵着手乖乖地呕了声 回去的路上 顾云恒问他田飞出事的时候 身边有没有其他人陪着 赵云摇了摇头奇怪的 怀孕八个月的飞子 怎么会来一座荒废的院子 他又抬手看了眼田飞的好感 没想到经过刚才的事情 田飞对他的好感度一下整个不省 赵云得意 看来没任务 我也可以凭借个人魅力攻略整个皇宫 顾云恒宠意地附和着世事事 秦鹊也在一旁银河 要是能选宿主我肯定跟着你 两人你言我一语哄的小侯爷得意的不行 秦鹊嘀咕田飞一直对你甩脸死 没想到你还会救他 赵云背着手手 这不是人命关天的事吗 其实我这条命 也是因为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帮助才活下来 原来前世赵云和家人出去旅游时遇到了山顶旁边 后来一个陌生的哥哥救了他 可就在哥哥返回车厢找他父母时 发生了二次叹大 所以他也想竭尽所能去帮助别人 秦鹊震惊地看向顾云恒 这个故事不是 顾云恒咳了几声 示意他不要说出来 顾云恒问他之前是不是要来找自己 赵云这才想起来这次的目的 他小声问顾云恒 大皇子是不是有个反目纯仇的恋名 顾云恒回忆 好像确实看到过大皇子拿着女家的手 不过他并不知道对方是谁 一路回到了赵云的院子 顾云恒还在思考那人会是谁 赵云将沾上血污的袍子地倒身后 顾云恒想也没想着顺手接下 刚想抬头喊赵云 就见旭儿和小石头盯着他手里的袍子 若有所思 而面前的赵云也毫不避讳地 扒光了自己的衣服 赵云头也不回地让旭儿他们掀下去 旭儿闻言立马懂事地将小石头拉走 顾云恒拿着外袍意识有点不错 眼看赵云就要将自己扒得光溜溜 他立马肝大地转身而去 忍不住到了巨某人也太没有警惕心 回忆赵云背后长长地扒 顾云恒叹了口气 赵云倒是从来没怪过 他们让自己陷入危险 秦却摸了摸眼睛 多么善良可爱的宝贝 我的宿主里怎么就没一个这么体贴的人 我的爱人成了我的小妈 原来现实比艺术还炸 被迫吃了口大瓜的小侯爷也没想到 他的文学创作竟还是即时的 事情起因是大皇子知道 赵云帮助怀孕的甜妃脱险后 便立马急匆匆地跑过来追问秦 一见到赵云喜好早出来 他赶忙冲上前换了声小弟 不过 不过你这穿的是啥呀 赵云立马显摆起来 这是我让县余帮我做的 云林哥你要一套吗 顾云林表情为难地 看了眼一旁的顾云恒 小弟我们能不能 赵云对顾云恒信任满满 解释七殿下不是乱说闲话的人 云林哥哥你放心说吧 顾云林支支吾吾地问 你知道甜妃的情况怎么样吗 不知道具体情况 不过产婆说不用太担心 闻言顾云林紧握着的手才缓缓松开 叹了句那就好 顾云恒敏锐地捕捉他情绪的波动 这时赵云跑到他身边 边自然地递了个大瓶子 边说甜妃是一个人 倒在荒废的宫院里才出事的 顾云林气愤到那些宫人们也太失职了 这暴怒的语气让二人起了疑虑 大皇子又问他们在哪遇到甜妃 赵云说是七殿下宫院的西边 据说十来年都没人住 顾云林瞬间如遭雷击 神色慌张地表示 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 这不加掩饰的动静 是个人都能看明白 赵云指着亲自创作的画本 难道我这 顾云恒低头看了书名 赫然是情商 烈恋之他成了我的小妈 赵云仿佛吃到了惊天大瓜 顾云林是因为德性有事被废了太子 如果是和皇帝的妃子有私情 那确实是不便明说的理由 顾云恒却说大皇子不是这样的人 赵云冷静下来后 觉得大皇子确实不会做出这种事 顾云恒不动声色地抬了眼 他只是见了顾云林几次 就这么相信他了 赵云好奇自己写的小说 怎么带他这 顾云恒不打反问 赵云全拿过来让他自行挑选 顾云恒默默打开其中一本 看见男主的名字后 忍不住微微调论 七皇子 赵云解释是树立的角色状身份 你要是觉得不好 我也可以换成八皇子 顾云恒抬眼看了看他 接着到了剧不爱时 这时顾没有哒哒地跑过来 看见自家七哥也在 顾怎么开心地切了声 七皇兄也在 余光忽然描到桌上的一本本文学糟谱 他随手拿起一本 叫满公主与他的十三个 不过还未读完 就被赵云慌乱地抽走 赵云心虚 就是一些无聊的话本而已 顾云不信 非要拿过来看看 争执之际林献瑜走了进来 公主您还想 有些书确实不适合您现在看 顾云狠听她的话 立马将手松开 但她还是忍不住好奇 七皇兄 我的十三个啥呀 顾云恒看了眼书名 转述是十三个翘服 不过话还未说完 又被赵云紧紧捂住了嘴 威胁你要是说出来 我就不给你看了 顾云恒毫不挣扎地点了点 顾云也没怎么在意 撒娇到要献云姐姐喂喂才吃 赵云没想到他们的感情会这么好 顾云理所当然道 献云姐姐不是赵云哥哥 你要求带回宫里给我做饭了吗 赵云尴尬地挠了挠挠 是 是啊 顾云恒事实开口 赵云之前落水壮了 有些事可能忘记了 赵云附和着事实 顾云拿着糕点沉默 半赏后才笑着回答原来是这样 顾云恒走时还将名作穿越之佛系皇子攻略手册带回去 然而夜半三更夜深人进食 赵云忽然垂死挣扎金坐起 那本书不是他以顾云恒为原形写的攻略文 少年身为侯爷却喜欢上一朝皇子 因为不想毁掉他 少年决定将这份隐秘的爱埋藏心底 不想一招生死后被一位义士男孩浑穿 这份不被世俗接纳的爱又被逐渐揭开 对这份感情毫不知情的大皇子心里也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就是他和父皇的妃子也曾相爱 那时田妃还不是父皇的妃子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二人一见钟情 那日田妃为了帮顾梅公主拿风筝而爬上了树 结果却因为太过害怕下不染 顾云林文言扑斥一愣 接着朝他伸手让他放心跳下 自己能接住他的 再后来二人因为一些原因决裂 然后田妃就被迫入宫 昭义这边边研究新的手套和袜子的设计 边好奇林献瑜是如何被自己带回宫 他借着溺水失忆为由问他 原来几年前 人贩子脏话连篇 一张口就是一堆需要打马的词 就在每个人都困乏得昏昏欲睡时 只有顾梅在认真学习俯安语言包 可能因为学得太认真 很快小肚子就开始扑扑脚 他朝朝一展示了新的语言包 朝一起身想去找人贩子要点湿的 一旁的林献瑜却告诉他过去会被打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 啃了一半的馒头递了过去 朝一看着他伤痕累累的手 若有所思的凝视了半傻 见小少年目不转睛地抬头看他 林献瑜笑着说自己不饿 然后掩饰般用袖子将手臂上伤遮住 朝一忍不住开口 姐姐也是被他们从街上带回来的 林献瑜说是因为家里的弟弟妹妹吃不上饭 所以自己对父母卖给了他 朝一指了指不远处的人饭 问他们打你吗 听林献瑜说没有 朝一意识到那这伤应该就是他父母打 于是他问姐姐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做 因为他的小叔叔今晚就能找到他们 没让有许多哥哥 他或许也需要一个照顾他的姐姐 并且认真的保证绝不会有人再欺负他 林献瑜文言一愣 攥着袖口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 这时门被一股大力踹开 一人带着一众卫兵将这些人贩子统统抓住 顾眉见状欢喜地扑了上去 然后又向自己的皇叔展示了心下在的影音宝 吓得朝一立马将小祖宗的嘴给捂上 就在几人准备回去时 朝一忽然拽了拽那人的衣袖 问十九哥哥我可以带那个姐姐回宫吗 那人低头看了眼朝一 然后弹了下他的额头道 你该喊我叔叔 朝一不服气 你这么年轻好看哪里像叔叔 而且那个姐姐回去了家里人还会欺负他 我都看到他手臂上的伤了 见他回头看了眼自己 林献瑜立马局促地低下了头 朝一又恳求能不能不要重罚他们的事 是他和梅尔太贪婪才走散的 那人让他不必过问太多 还是想想皇后以后会不会同意你和梅尔出来玩吧 朝一指的不服气地切了声 他临走前又看了眼林献瑜 接着转头让人找辆马车带他一起回去 就这样林献瑜一直照顾顾梅道长大后 才回皇后身边伺候 林献瑜眼洁微垂 如您所说 再没人欺负奴婢 可是朝一好奇为什么溺水后第一次见他 林献瑜却像个陌生人一样对他们 闻言他低头落寞倒 是自己自私了 奴婢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向小侯爷提了过分的请听 蓄而见识不对 立马借口去问午膳准备好 难道我们俩就因此疏远了吗 林献瑜苦涩一笑 是奴婢觉得没脸在像以前那般和您亲近 又怕您还在生气 所以才不敢搭谎 或许那些事 小侯爷现在不记得反而是好事 联系起之前的那个梦 朝一心中有了猜心 他问是不是和大皇子有 我对大皇子有不被世俗所容的感情 林献瑜亚裔他竟然还记得 当初他知道这件事实 也曾强烈反对过 不说他和太子将要面对的淘堂压力 就说太子本人能接受这份感情吗 他蹲在朝一身前 祈求他能不能放下这段感情 朝一抬手擦去他眼角的泪水 说即使他不劝自己 他也不会像云林哥哥谈入心里 因为自己不会去回答 他恰好是最不可能的 这边顾梅也在闷闷不乐 不然耳边传来一道做做的声音 这边的空气怎么格外清新 顾梅转头一看 狼颈行无嘴角偶到 原来是这边有一位 能美到净化我心灵的公主 按照往常顾梅早就电报攻击 哪知今日静安静的离谱 狼颈行一个华丽的跳跃 准备越过船只去找顾梅 哪知话因为落着扑通一下落入水中 他在水里狼狈挣扎 有没有好心人来就一救他 顾梅看着被簇拥上来的狼警戏 忽然想起赵一哥哥说 溺水后失去了部分技能 可是之前赵一哥哥每天都会去练武场 现在却总是闷在房里写话 而且之前他总是能将宫里的侍女儿 心花怒 现在看到他们却无比拒 难道失忆会让一个人的性格 都会发生改变吗 心机皇子负黑又骚包 为了将笨蛋小猴也拐到手 不惜使用美人剂 这日顾云恒穿着精心搭配 却又低调不显的衣服 甚至还心机地在袖口里熏了熏香 不过刚到赵一的店门口 就听到他正和林献余交谈 赵一从林献余的口中确认了 连身确实对大皇子有特殊的感情 林献余以为赵一心中早已放下了大皇子 而且自从小猴也落水后 便与七殿下的关系日渐亲密 他试探着问赵一现在是不是喜欢七殿下 赵一文言一正 反应过来后又红着脸乍毛道 故 不是 我只是和顾云恒比较合得来 而且这人表里不一 就喜欢给他甩脸色还经常不理他 像是自我洗脑般敌 这种眼里每天只有花鸟鱼的人 我怎么可能喜欢上 林献余看着乍毛的赵一 笑到小猴也宁终于有精神些了 之前他让赵一放下对大皇子的感情 自以为是对他好 可是看着昔日活泼的小猴也逐渐变得沉默不论 他才意识到这样的赵一每天有多痛苦 所以他想通了 不管小猴也以后做什么决定 他都会选择站在他这边 赵一失落地垂下头 可惜他不是原主 如果真正的赵一能听到这番话该有多开心 林献余俯身告辞 却在门口遇到了正要进来的顾云恒 他坐一行礼 看着七殿下渐远的背影 总觉得今日的他好像有哪些不一样 赵一想起林献余问他现在是不是喜欢七殿下 正满脸通红地想他为什么会问出这种问题 就听到秦却换了声音 他一个转到 就与顾云恒来了个四目相对 赵一小心脏简直绷绷乱跳 他怎么觉得今日的顾云恒格外好看是怎么回事 画着心机素颜装的顾云恒来到快要冒烟的某人身旁 秦却一张嘴就是个大漏手 说赵一好几天没去找他 所以他坐不住特意过来 不过话还未说完就被顾云恒打过 他一本正惊道 我是想过来看看你有没有新的进展 说话间他撩起自己的衣袖 一股似有若无的香味逐渐调到赵一的鼻翼起 赵一红着小脸想他今日怎么这么好 顾云恒面上不显地问他怎么 但身子却故意朝赵一那边微微情轻 秦却一眼看透某人的小心机 但赵一被勾的话都快说不利随 没 没什么 我只是从县余那知道了一些事情 是指你喜欢顾云恒 赵一欢乱解释不述 是袁申 我才和顾云恒见过几次面而已 顾云恒勾纯一笑 我知道 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 赵一猜想莫不是田飞因爱生恨将袁申推下楼 可是一想到大皇子绝不是在田飞入宫后 还与他纠缠的人 便又将自己的想法否决 他困扰地趴在桌上叹气 提不到袁申对顾云恒的感情很深 只要是有关她的是自己的情绪就会很激烈 顾云恒默不作声地望着赵一 心想袁申很喜欢顾云恒 是男女的那种喜欢吗 看赵一软乎乎地趴在桌上 他心底忽然涌上一股不明的情绪 他忍不住抬起手 却在将要接触到的瞬间停住 那他现在又是对赵一怀着何种感情 这时赵一头上的一根呆毛忽然竖起 他一抬头 没想到竟与顾云恒四目相对 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 男人也可以那样喜欢一个男人吗 豁然开朗的顾云恒将手搭在赵一的头上 边轻轻柔弄边温柔倒 你想查清楚的话我可以帮你 真相会被公之于众的 这边田飞因为意外而被迫早晨 柠檬见他似乎听到了皇上和皇后的谈话 二人正在讨论大皇子顾云恒的婚事 说要择日送些画像过去让他挑选 田飞渐渐睁开眸子 望着刚出生的孩子声音哽咽道 娘好像总看错人 以前是 现在也是 自己甚至对他 可在危机关头却是他救了我们游子 软呼呼的笨蛋侯爷谁能不爱 就连一向亲吻的七皇子都克制不住 明明前妻还嫌弃人家嫌弃的不行 现在却为了拐到笨蛋甚至像只花骨雀般开平 这日顾云恒又十分心机地打扮了一番来找烧鱼 却被雪儿告知小侯爷去找大殿下 秦雀开心地嘲讽 没有任务他就天天跑别人那去 可见你是真的毫无魅力了 雪儿问他要不要在这里等一会 顾云恒正要答应 抬头却看到了墙上挂的风格 雪儿解释这是小侯爷以前给大皇子做的 可不知为何又留了想 昨日小侯爷将他翻了出来 觉得好看所以让人挂在了这 顾云恒想起昨日朝一提起 连身对顾云林的感情似乎很深 不知怎地心底不然升起一股烦闷的心思 他终是按捺不住说好几天没看到大皇兄 今日正好去看一看 秦雀在一旁拆腿 好几天没见了 和你这么多年总共也没见过几个 而此时的大皇子宫殿 朝一拿着一张画像好奇地询问 这是什么意思 顾云林说是母后派人送来的千金画像 朝一瞬间懂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选妃 见顾云林不怎么开心地叹了口气 朝一试探着开口 这不是好事吗 难道你心有所所还忘不了就情人 顾云林身子一正 说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再开这种玩笑吗 要是留言传出去 我和他都会被问罪 朝一的心不自觉地紧缩 他没想到连身竟然一直都知道 大皇子和田飞的事情 那他一直以来又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听顾云林说他和田飞之前的故事 感觉胸口窒息的难受 难道这就是朝一一直默默承受的痛 听顾云林还在诉说他和田飞早已没了瓜 不过还是希望他能过得更好 而他要是一直留恋也只会害得二人献民 又想起原生朝一的那句不会回答 朝一艰难地开口 看来你很爱他 说完又在心底默默不通 就像他爱你一样 顾云林终于发现朝一的脸色 他慌忙冲上前问他怎么了 这时侍卫来到七殿下来 二人一抬头 就见顾云恒逆着光朝他们走过来 见两人的动作 顾云恒让人快去叫太医怪 秦却在一旁担心 小一脸色看着有点不舒服 顾云恒不动声色地望着朝一被握住的手腕 然后就在两人惊诧的目光中快速闪现过来 他先搭上朝一的手 再战有欲十足地将其拉了过来 朝一被他倒的小脸一红 顾云恒眼神和善地去了大皇子一眼 然后对朝一淡定到没有生病 秦却白了他一眼 你什么时候会把那两个 纯直男大皇子丝毫没意识到刚才的风波鬼绝 只是听到小义没事才放下心意 顾云恒毫不见外地坐到朝一的身旁 问桌上的画像是怎么回事 顾云恒说是母后送过来的 所以他让小义帮忙挑选一下 顾云恒一脸期待地问他有没有看懂 乃至却听到他说还没有 七皇子又化身假笑男孩 啼笑肉不笑到这么多美人难道都入不了皇兄的眼 顾云恒忽然提七弟要不要一起看看 反正他成婚后七弟应该也不远 朝一琢磨也得 古代这个年龄都算老婚了 顾云恒没有立马点头 而是转身朝朝义试她 我也看看 小笨蛋笑得一脸开花 你们兄弟俩说不定能凑个好事成骚吗 心里却忍不住付费顾云恒这个家伙 想看美女还要自己给他找台阶 顾云恒反复咀嚼他这句好事成双 顾云恒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七殿下一改之前的温柔咸进标准 说如果遇到真心喜欢他 那他什么样自己都喜欢 说完又看了朝一 比如像小北宁猴这样活活热闹 也许也会很好 赵云文言脸上热得可以煮鸡蛋 顾云恒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活 以为他在开玩笑 便也顺着说小姨要是女儿 我定早就向母后求求 顾云恒没把握好事情的走向 一副想到人的表情根本藏不住 赵云走步右盘 修脑到顾云恒你变着反个挤对舞似的 望着赵云渐远的背影 秦雀打着哈欠转身就要回去 顾云恒冷不丁地开口 这些日子我在想的事情似乎有了定位 之前他总是怕麻烦不愿插手任何事 但现在灵芝会扯进麻烦中 却还是心甘情愿去评 说到这他嘴角威公 你觉得这是如何 秦雀还在一脸猛逼 顾云恒朝赵云的方向笑得一脸温温 因为我喜欢上他 并对秦雀让赵云来烦自己的这件事表示 这件事你干得不错 秦雀这下是真的快死结果 事情反转的他简直猝不及防